很多人也会感到非常的奇怪,这么多士兵一起往前冲,而身后还要自己战友使用机枪不断的扫射敌军。 这种情况之下,站在前面的步兵,真的不会被打到吗? 在战场上,士兵们都在前面冲锋,后面的机枪手都在向前方的敌军开火,以强大的火力压制敌军的火力,让士兵们更好的冲锋陷阵。 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奇怪,士兵们都在前面冲锋,后面的机枪手却在向前帮敌军开火,就不会打到冲锋的士兵吗? 有一些误伤是难免的,但是误伤是很少发生的,因为在战场上各国的机枪手都有自己的战术,一般是不会伤到自己人的。 在战场上,机枪一般是放在一个比较高一点的位置,有时候地面上很平的时候,还会在下面垫一些沙包,或是其他东西。 这是为了让机枪在射击的时候,子弹不会打中冲锋的士兵,而是从冲锋士兵的头上面飞过去。 在战场上,每一个国家士兵在前面冲锋的时候,使用的战术都是不一样的。 日本士兵在冲锋的时候,士兵们都会摆成三角队形,美国士兵在冲锋的时候就很意思了。 士兵们都是以巴跳的形式前进,我国士兵在冲锋的时候,会奔成很多个小队,中途会交错前进。 在以陆军为主的作战战场上,步兵在坦克的协助之下,经常要发起冲锋,而我们从很多抗战剧中的画面里,也能感受到这种一股子往前冲的气势。 有一些国家道在打仗的时候,机枪会提前布置阵地的,士兵们在冲锋时都会呈成梯形,机枪会布置在士兵冲锋路线的两侧,在射击的时候会有一定的角度。 这样士兵们在前面冲锋,机枪在后面向前面的敌军射击,子弹就会不打到冲锋的士兵了。 但是使用这种战术,士兵们在冲锋的时候对心不能乱,要是对心乱了,就会被后面的机枪给打中。 而当初在二战战场上,美国有些名士兵被自己的机枪手从后面射杀,这也是无法避免的。 毕竟当时的战场的确是太过于混乱,很多时候在仓皇之下,士兵的行动就会出差错,而对于这些被自己的战友杀死的步兵军队会给予一定的补偿。 但是绝对不会让家属知道真正死亡原因,对于这些误杀队友的机枪手,军队也会给予一定的处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 Bringingupa 一个 ér 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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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